我覺得這個當然藍綠 藍綠白的 他們各有他們政黨的這個利益 但是站在我們一般民眾的心裡面來說 我們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這個法條對我們的影響 對不對 當然藍軍或許想出這口氣 那綠軍怎麼樣 但我們不管 但是我們在外面 我親自有到現場去 現場就是我拍的這個照片 我是大概約莫昨天大概傍晚的時候過去 因為我要去這個友台錄影的時候 我就路過嘛 路過去看一下 那看一下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人 很多人在那個地方 那我仔細去看一下 當然當地有非常多的這個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 當然是有啦 也是有五六十的啦 但是那邊的確是年輕人 比較多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在那個地方 他們都會自發性 圍成一個小圈圈 然後大家在那邊討論很多事情 你看這都是昨天這個傍晚拍的 那傍晚拍了沒多久之後就下雨嘛 下雨的時候原本大家認為說 可能人會散的 結果後來這個下班了之後 約莫是八點多的時候 我再去一下 人還是很多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其實他們在意什麼呢 在意這個法案 對他們自己本身 我覺得這就本身 這個所謂集會就是一場公民教育 我覺得事實上在這個 這個昨天之前 我覺得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真正這個法案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但是經過昨天之後 我覺得討論越來越多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聲音 都會講出來這樣一個狀況 像我自己本身啦 我之前我也對這個法案 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也看了很久 結果看了之後 我又發現不行啊 我一定要去啊 為什麼 我才在被中國懲戒而已啊 沒多久之後 我還要被台灣的立法院懲戒啊 那搞到什麼意思啊 我都覺得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一直被懲戒懲戒不完 那還得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而且沒有被罰20萬 對啊 還一直懲戒一直懲戒 沒有改善就20萬20萬20萬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會有非常多人會有起來這個 怎麼他搶著懲罰你啊 然後會上街頭的 很多法條 他們越來越清楚 尤其對整個程序 譬如討論的過程 沒辦法理解的時候 他們就會上街頭 我覺得這之後有一個 很讓人家說 覺得願意站出來的一個衝動 那麼事實上 昨天有非常多照片 事實上譬如說這樣照片 這樣照片來說 大家都在這邊說 這個要補充很多東西 尤其是 事實上我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站在那個 這個青島東路 跟這個中山南路入口的時候 我在那個地方 看到很多人自發性的 提了非常多東西 有人開著卡車來的時候 就把整個整箱 整個一箱箱的水啊 然後椅子啊 然後什麼都來了 那當然啦 裡面有一些 這個不排除是動員的 但是裡面有很多人 是自發性的 提了一小壺一小壺的東西 你看很多人啊 都是自發性 尤其是我仔細看啊 因為為什麼我覺得 非常有感 這個感覺來說 因為2014年當時的時候 太陽花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去那個地方過 我覺得那個感覺 有點像太陽花 當年要開始的 那時候的感覺 就是一開始有非常多人 自動自發的加入 然後也是很多小團體 很多大家圍成一圈一圈 在那邊討論 這個我們要怎麼去 因應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慢慢會捲起旋風 全台絕無僅有 正論婦女黨上公 上一波 好 所以我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消極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